为了养狗 两口子必须分房睡 有时候吵得不可开交 闹得要分家的地步 可实际问题是 他们养的狗实在太多了 因为养狗 夫妻感情出现了很多问题 要同时兼顾狗狗的情绪 和家人的关系 所以他们请了专业训犬师来帮忙 训犬闲行队的摄影师 来到他们家乡处理问题 但女主人实在太忙了 明明刚刚才带这两只狗子 去外面散了步 可不一会儿 她又回家再次牵出两只狗子来散步 为此 摄影师们不得不在她家楼下等她 可新的问题来了 她把这两只狗子带回家以后 她又带了两只出来 仅仅是一个小家庭 就养了六只狗 难怪他们直呼受不了 每天带狗子散步 他们起码要花两小时的时间 这工作量就让人佩服 其实 他们原本养的狗子只有三只 另外三只暂时还没找到领养人 处于临时保护中 这六只狗子都是捡来的 有的来自大街上 有的来自领养所 见他们可怜 所以善良的夫妇收养了他们 但三只狗狗已经够他们忙了 再加上三只 时间根本不够用 他们希望有善良温柔的新主人 能给狗狗们带来幸福 狗子们都很听话 而且因为长时间待在一起 性格相似也很有默契 对主人的话言听计从 这么看来 似乎没有训犬是出手的必要 所以摄影组特意询问 到底是哪只 或者哪些狗狗有问题 需要训犬是指导 与主人不好意思的说 正是他怀里的这只狗狗 默默需要帮助 因为默默的存在 差点整个家庭都要完了 狗子竟然会影响家庭关系 这倒是件稀奇事 就在这时 所有狗子们开始朝玄关叫喊 原来是男主人回家了 但是默默这家伙不一样 别的狗狗都在兴奋地 庆祝着男主人的归来 只有他对男主人的出现很生气 男主人想靠近安慰一下他 可他的反应和之前完全不同 到处跑着大声喊叫 只要男主人稍微靠近一点 他就会呲牙咧嘴 似乎下一秒就要冲上去咬人了 气势汹汹的默默在男主人身边转了好多圈 似乎是在找方便下口的位置 默默疯狂叫嚷着 像是已经失去了理智 女主人解释 默默似乎很讨厌男主人 不是一般的讨厌 时一看到就会发脾气的厌恶 哪怕男主人背对着坐在很远的地方 他也会激烈地狂吠 要是看到男主人的脸就会变得更生气 男主人一动就会凶猛地咬上去 即便男主人在很远的地方出现 只要默默看到了也不会放过他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猎犬 看到猎物了呢 为了躲避默默的撕咬 男主人只能逃跑 夫妻俩试过无数种方法 想让默默冷静下来 可默默完全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只要看到男主人 就会朝他腿上扒了 好不容易 默默能安静下来坐在旁边 但男主人转身 他就会无条件反射般咬上去 可是默默对其他任何人都比较温柔 难道男主人曾经欺负过他 因为记仇才这么刻薄吗 男主人觉得自己很无辜 如果默默兴奋的时候 瞳孔会涣散 而默默面对自己的时候 正是这样 这仿佛是在说 只要看见你 我就要撕碎你 自己养的狗 把自己咬的家都不敢会 这听起来好笑又窝囊 男主人并非毫无反抗的忍耐默默 有时候 他会拿出网球拍挡在默默面前 哈勋说 用这种方法阻拦狗狗 会让狗狗快速冷静 用网球拍挡在面前靠近 果然默默叫嚷的 没有以前厉害了 有点效果 但似乎并不多 而且 只在特定时候有效果 当默默非常生气的时候 用网球拍阻拦 只会火上浇油 因为两边都吵吵闹闹 有时候女主人会很生气 责怪男主人太过分了 她认为 默默只是因为害怕才叫嚷 而男主人认为 自己不能白白被狗子咬了 还不吭声 胸态一下 只是为了让她安分一点 女主人认为 是男主人的耐心不够 太容易急躁冒火 明明默默没有叫嚷多少时间 但她就是忍不住训斥狗狗 正是脾气不好 所以才被默默嫌弃 男主人很委屈 明明被咬的是自己 可女主人根本不换位思考 而且 如果只是一两天 需要忍着狗子发脾气 也就算了 差不多这一年里都是这样 换做其他任何人都不理解吧 但女主人没有半点让步 她觉得 男主人只要把性格稍微压一下 默默就不会生气到那种地步 狗子冷静之后 就不会有那么多意外了 男主人坚信自己没做错什么 但女主人就是揪着自己不放 这样她身心受创 她试过 用了一家出走 引起妻子的注意力 但女主人在意的是自己的爱心 和对狗狗的关怀 她始终认为默默会这么闹脾气 都是男主人的过错 无可奈何的男主人 不得不离家出走 她感觉因为默默的存在 整个家好像被扭曲了 明明家是自由温暖的地方 但有默默在 自己反而变成吉人篱下了 不仅如此 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也越来越僵 且不提温馨浪漫的二人世界 就连一起做 都会让默默生气地咆哮 妻子有六只狗狗关怀 倒没什么事 只是可怜自己 孤苦伶仃困在房间里 什么都不能做 她想象中的婚姻生活 不是这样的 那么事情到底错在哪呢 晚上两人躺在一起睡觉的时候 默默小心翼翼地爬上床 安安愤愤地躺在一旁 但事情并没完 男主人醒了以后 温柔地抚摸了一下 她的脑袋 但因此点燃了这个火炮 默默像脱僵的野马一样 追着男主人私钥 男主人厌烦这种生活 她之前去过保护所 见过那些无家可归 被欺负的狗狗们 她希望狗狗能过得幸福 但同时 她也希望自己 能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 只能请薛老师 来帮她实现这个愿望了 薛老师来到家里时 她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 薛老师用零食 很快就和六只狗狗打成一片 她看得出来 男主人并不是很喜欢狗狗 只是为了迁救女主人 所以才允许她在家里养了六只狗 但养狗 并非是有爱心就能完成的事 夫妇俩能坚持 把六只狗狗 爱能感化狗狗 但同时 有的狗狗也会因为爱而扭曲 延伸出很多问题行为 薛老师提醒他们 不能一开始 就对受过伤的狗狗太过关爱 这样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难道默默 也是因为过于被关爱 所以产生了问题行为吗 看到男主人被恶犬追着咬 勋犬是薛老师已经看透了一切 她提醒两人注意看 默默狂吠时的表现 默默在叫的时候 一直关注的不是男主人 而是女主人 她表现出来的是所有攻击性 是守护最喜欢的临时玩具 为了确认这一结论 薛老师让女主人先出门 让默默和男主人单独相处 所以先回到房间的默默 对男主人的态度 与女主人在时截然不同 不仅不会咬她 还会亲密地窝在她怀里撒娇 女主人不在 就没有需要保护的必要 可为什么默默对女主人这么青睐呢 女主人猜想 可能因为在默默的记忆中 好的事情都是和女性发生的 接触到她对她好的女生更多 所以才更偏爱女性 至于用球拍阻拦 薛老师认为是正确的 但之后在床上 对默默使用这招无效 是因为女主人的位置 当女主人在默默身后时 默默的攻击性就会更强一些 即使看到网球拍也不会退错 而男主人经常当着默默的面朝下 会让她加深对女主人的保护 默默曾经被遗弃过 所以女主人更宠爱她 在六只狗狗里 她最常接触的也是默默 薛老师叮嘱她 不能再念默默了 为了默默的幸福苟生 他们必须做出改变 第一招 当默默开始对男主人咆哮的时候 就把她放在卧室里隔离 让她反思 等几分钟后 让男主人去将她带出来 若她再次对男主人咆哮 就再重复刚才的动作 重复三次以后 默默虽然对男主露出了牙齿 可她并没有叫嚷 看来她已经知道了 只要冲男主人吼叫 会被女主人关起来 男主人再次坐回沙发的时候 小心肝都要跳出来了 看到狗狗有所改变 夫妻俩高兴极了 而这次 即便他们抱在一起 默默似乎也没有太大反应 可是默默的兴奋度 在不同房间是不同程度的 在厨房要男主人的概率 是在客厅的两倍 但徐老师认为 这都不是事 哪里不行 就解决哪里的问题 当默默在厨房 冲男主人狂吠 女主人便重复刚才的操作 把狗狗放到房间里隔离 之后再用男主人抱出来 男主人可以随身带点零食 进厨房看到默默 就可以递上一些零食套的欢喜 一来二往 两人交际多了 关系也就好了 第二招是让男主人和默默 长时间待在一起 让男主人抱着他生活 能不知不觉间缓和两人的关系 第三招 是让狗子在可以自由跑动的 宠物犬运动场中和男主人互动 因为狗狗不牵绳跑动的快乐 是牵绳的三倍 让默默多和男主人做快乐的事情 他自然就对男主人有更好的印象 这么大的狗子 就相当于三四岁的孩子 只要开心的一起玩耍 就能让他喜欢自己 只要重复这些操作 持续培养感情 狗狗和男主人的关系 一定会蒸蒸日上 说到底 这还是陪伴和耐心的重要性 狗狗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只要给予他关怀 用正确的教育方式指导 他就能成为你的天使